夜門的胡塞叛軍控制的 法定首都沙納爆發 大規模反美挺拔示威 他們高舉巨幅的 夜門國旗跟巴勒斯坦旗幟怒指責 美國空襲胡塞就是 親門踏戶的行為 只是美軍在週五又發動 近來第六波空襲 問題是胡塞根本就打不怕 揚言不會停止攻擊鴻海的商船 美國總統拜登只好 下令繼續發動反制 眼看鴻海航運危機 可能延燒好幾個月 現在就連歐盟也要派軍艦護航商船 但是不會參與美方的打擊 只是有一艘商船 還在胡塞的手上 去年底被叛軍挾持回 夜門的銀河領袖號貨櫃船 已經成為了愛國觀光景點 一位夜門青少年就跑上商船 拉國旗自稱海盜王 還拍影片PO上社群媒體X 換來超過2600萬次的點閱 但是網友關心的 其實是他的長相 爆紅男子說 他要呼籲大家同情巴勒斯坦人 別因為他的長相而歪樓 提供陳照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